一間曾經風魔香港的百貨公司 背後記載了143年前一個遠赴澳洲的窮小子 又為一門突破創新的生意手法 而成為了香港百貨公司的龍頭大哥 但到底這個家族為什麼突然會遭逢巨變 甚至如今已經失去了風光一時的集團呢? 大家好 外圓子 本集我參考了多本歷史書籍 為大家深入講解本集主角起伏跌檔的人生 嘩嘩嘩 本集的主角馬應彪出生在1864年中國鄉山的沙蓉村 即是現今的中山地區 根據書籍與雙城在近代中國轉型之中中描述 早在1848年 澳洲的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相繼發現了金礦 為了吸引勞動力 澳洲殖民政府將這個消息向全世界宣佈 還明確表明歡迎華公入境 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中國 在廣東沿海地區牽起了一股海外陶金熱 為了改變貧窮無望的生活 很多華公都湧向澳洲 當中也包括了馬應彪的父親馬在明 馬在明是兒子馬應彪還很小的時候 就去了澳洲謀生 成為了眾多被買豬仔的華人之一 曾經在金礦打工 當時父親遠在他鄉 而馬應彪和家人就在鄉間度過了貧窮的生活 書籍男十字星下的故事更加指 年紀輕輕的馬應彪會了供養外祖母和母親 就曾經執過豬糞為生 後來馬應彪在中國的思索 翻了短短三年學就要絕學做事 不時到市場買蔬果 直到在1880年 二十歲的馬應彪收到父親寄給他的二百元美金 而他亦即將作出改變一生的決定 事實上當年二百元美金 只是足夠支付到澳洲的旅費 馬應彪用了這些錢買了一張最便的三等倉船票 啟程前往澳洲 去找在當地採購場做事的父親 當時礙於語言能力其是問題 馬應彪在澳洲只是能夠擔任一些待遇比白人差 人工較低的工作 所以他好快就意識到自己要沉迷一些更好的謀生方法 書籍堂家王朝改變中國的十二位鄉山子弟指出 馬應彪在輾轉之下去了適離 一間由外爾蘭人開始的菜園打工 這個店主因為長期跟廣東人保持生意來往 所以略懂廣東話 而很懂得變通的馬應彪為了改善自己的語言障礙 另外融入當地社會 他就請求店主以無薪包伙食的方式 去緩取店主每天提供一個小時的英文課程 這段時間他好努力地學習不同蔬菜的英文名 三個月之後他就掌握了買買蔬菜的英文詞彙 然後開了自己的蔬菜攤檔 射上每種蔬菜的中英文名和價格 他的蔬菜銷量很好 就連附近的當主都請他幫忙買菜 下一步馬應彪在適離的馬麗街38號 開了自己的蔬菜批發店 除了售買當地的農產品 他還買一些油肥製進口的花生和香蕉 也有中國進口的商品 馬應彪在店鋪開了10年內 在西尼華人區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書籍教科書不匯教的 36個香港歷史人物指出 在1890年 馬應彪說服了另外三個同樣來自香山的同鄉 成立了永生公司雜貨店 專門買中國和東南亞的商品 同時由於當地的華人需要一種安全可靠的渠道 將錢匯分去中國的家鄉或者用來娶老婆 所以擁有敏銳市場觸覺的馬應彪 成立了一家叫金山莊的匯款公司 專門提供這種服務 就是這樣 26歲的馬應彪憑著在澳洲密密交融 細心觀察市場的需求 成功賺到第一桶金 但好景不常 由於越來越多華人移民到澳洲 令很多白人罵怨自己的工作機會減少 繼而出現反華潮 甚至有攻擊華人的事件 在這種情況下 馬應彪決定在1892年來香港開設分店 同一時期他在教堂受洗成為了基督徒 還和牧師女霍慶堂結成夫婦 之後馬應彪更加遇上一個改變自己人生的同鄉 在馬應彪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遇到一個同樣來自鄉山的同鄉 當時計劃推翻滿清帝制的孫中山 在1895年 馬應彪先後加入了慶忠會和同盟會 他又以香港的匯款公司 為孫中山提供革命活動的資金 幫忙宣傳革命和籌款活動 成為了幕後金主 同時馬應彪受到這個同鄉的啟發 認為開辦現代化的企業 加強華資企業的競爭力 能夠令海外資金回來投資中國 可以增添國家的利潤 協助國家復甦 實行商業救國的革命大計 曾經在海外生活多年的馬應彪 想到當年在澳洲生活的時候 經常都見到當地的David Jones百貨公司人來人往 而不講假的銷售模式經營 令他印象深刻 所以忽發其想的馬應彪 就向其他澳洲華僑集資 籌集了25000元港幣 書籍香港華資財團1841-2020指出 在1900年1月8日 馬應彪在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72號 一棟三層的堂樓創辦了鮮絲百貨 成為了香港史上第一家完全有中國人持有的百貨公司 根據馬士家族的解釋 鮮絲兩個字是取自古籍禮記裡面的中庸篇 鮮絲而成提醒自己要真誠地對待顧客 而鮮絲百貨選資的建築物 是當年常見的拱形長廊適養 採用古典設計 有著濃厚的植民地建築風格 當時香港華商經營的店鋪大多數都是地鋪 而且鋪面很窄 鮮絲就打破傳統風格 將建築物的二樓和三樓開闢成商場 地鋪銷售日用品 樓上就買布批成衣這些商品 又在樓梯前放了一些鏡子 給客人試衣 同時百貨公司採用了西方經營方式 指定所有員工需要統一衣著 而最大的突破是 他們會將所有的貨品陳列出來 而且明晚實價地發售 跟當年一般華商沒有固定價格的銷售方式很不同 更實行不倚價同手無欺的營銷模式 改變了華人一向喜歡倚價的習慣 是華人擁有的百貨公司裡面的先例 另外鮮絲對客人也相當體貼 如果客人對商品不滿意 可以拿著發票選擇推翻貨品 而絲絲百貨除了售賣香港和中國的貨品 還會派人到世界各地採購 例如英國紡織品 法國時裝 德國相機 環球商品 但要數到最特別的一項措施 就是他們打破傳統 成為了第一家請女性售貨員的公司 當時中國社會民風保守 男權當道 認為女性不應該做一些拋頭露面的工作 所以大多數的婦女都不願意整天站在陌生人面前做事 不過身為私事總經理的馬英彪 就認為女性做售貨員可以增加銷量 所以在百貨公司開業當日 她的老婆和姐妹都親自到櫃檯賣貨 率領其他女員工在門口迎送顧客 鼓勵其他女性以她們做榜樣 結果轟動全港 新穎的營銷模式吸引了大量顧客 希望一到她們的風采 店舖人群擠迫 更加要請警察來維持跌追 除了請女售貨員 CC百貨還會定期舉辦時裝表演 邀請華陽無特兒親自演繹當季的潮流 另外馬英彪也引入了每個星期休息一日的工作制度 在這個時候 CC百貨的隔山零售方式 零點內人山人海生意興隆 在香港引領了一場零售業大革命 但在幾個月之後 CC就迎來一次大挑戰 時間來到1900年11月 當時香港正在經歷根子風災的摧殘 由於防風措施準備不足 導致超過200人喪命 過百手船沉沒 成為香港史上其中一次最致命的風災 在這個時候 CC爆貨的舖位也受到嚴重摧毀 需要搬到永安街暫時營業 直至四年之後 才重建回到皇后大盜中的舖位 在皇后的日子 CC的生意日漸成熟 在1907年 公司的利養達到9萬元 賣應標除了開始第二間分店之外 也繼續以創新的方式來服侍顧客 例如向客人派發優惠券 給他們可以到任何一間CC的店舖 以優惠價購買商品 同時CC的內部也設了一個櫃桌 裡面所有的商品只賣一元 由向客人提供24小時內 找送大件貨品的服務 成為當時零售界首威一子的機構 另外公司注重員工的福利 除了向員工提供英文和宣述課程 也會免費提供洗衣 理髮 醫療保健這些福利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申請到CC做事 在這個時候 CC業務的發展蒸蒸日上 在1909年注資成為有限公司 當時永安和大新兩家百貨公司相繼成立 競爭日漸激烈 CC為了保持香港華資百貨龍頭地位 就決定在上環得庫道中租了五間雙年 留高四層的鋪位 幾乎在香港島規模最大的百貨公司 為了吸引顧客的注意 公司印象了美國時興的彩色霓虹燈招牌 令CC的門面在入夜之後五光十色 在短短幾年 新鋪的利潤急速增長五倍 當時CC百貨推出的禮券 更加一度和永安百貨的禮券互相通用 由於兩間百貨公司的經營模式相對 所以被外界稱為兄弟百貨公司 在一年後即是1910年 CC百貨的股東認為香港的業務已經很成功 可以嘗試引進中國 找新的投資機會 於是馬彥彪就決定在廣州 起了一棟五層高的百貨公司 投資額40萬港幣 在1912年正式開幕 根據書籍的描述 廣州新店單止出售各式各樣的商品 訂樓還設立了理髮店、影相館、電影院 也出售茶葉和啤酒 新店同時設置了電梯 在當時的中國極為罕見 結果新店大獲成功、蜂魔一時 成為當地人多元化的娛樂中心 開業兩年後就開始盈利 但身為大老闆的馬應彪 在內地發生革命運動時期 除了一直以金錢支持孫中山 他和老婆更加參與高度機密又危險的神秘活動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不少無形銀行、學校、政府機構要求你到假網站 令你敏感的資料被大徒看到一乾二正 所以如果不想成為原子檔案下一個奇案主角 你就需要一個可靠的VPN 令你上網的時候防止追蹤 繞過內容限制和政府審查 而原子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Surfshark的VPN 無論你訂閱哪個方案 連線裝置的數量都是無上限 雖然你和你家人所有手機電腦都可以即時受到保護 更加可以透過VPN收看其他國家獨家的Netflix精彩節目 而Surfshark1的Antivirus更會保護你免受病毒 惡意軟件、數據外洩和私隱威脅的侵害 而繼有聖誕一位 透過原子訂購Surfshark1的朋友 除了可以享有獨家折扣 更加可以獲得額外五個月免費 同時為你提供30日退款保證 如果你有興趣 就記得在下面的內容簡介區 click入讀家申請連結 或者輸入優惠碼Mr.Atom 根據馬彥彪的兒子馬文輝所說 馬彥彪全力支持孫中山 為進行革命義無反骨 他除了經濟支持之外 還參與偷運軍火彈藥到內地給革命黨 他經常將軍火包裝成貨物 而緊急運火為理由 叫老婆霍慶堂將這些貨物 趕乘人力車帶到三角碼頭 再轉運內地 當陶運員貨物回家後 馬彥彪先告訴老婆知道 所運的是革命黨急需的軍火 但老婆樂於支持孫中山的革命 對老公所做的事極之贊成 而在馬彥彪進而沒有擴展到廣州的同一時期 辛亥革命是武昌響氣第一炮 不久更加推翻了滿清帝國 雖然革命初步成功 但中國部分的地方仍然被袁世海這些北洋軍法控制 而身為孫中山的堅定支持者 馬彥彪除了被委任為籌款委員 在香港進行籌款支持孫中山革命政府的工作 同時他決定在中國不同地方發展業務 務求創大華資企業的力量 之後他先後在上海 南寧哈爾濱這些地方 開始鮮絲百貨分店、東亞大酒店 成為零售業和服務業界華資企業的大哥 在高峰時期不安於現狀的馬彥彪 對自己在業界的成功未滿意 他觀察到華人對於外國商品情有獨鍾 令外國公司賺了不少中國人的錢 所以他就決定涉足製造業 分別在上海和廣州開辦了紡織品和日用品工廠 另外詩詩再創辦了保險置業有限公司 經營水貨保險、買賣股票地產和按揭匯對這些業務 由先後在新加坡、泰國等地發展業務 規模日漸壯大 在1913年 當時詩詩在香港上海一帶收購大量土地 還抽合了美國紐約的百貨大廈 建了六層樓高的百貨公司 在1916年正式開幕 當時店內除了百貨公司 還設有餐廳和茶點簿給客人休息 最有特色的是在建築物的天台 每次合家歡遊樂場 這個地點旋織成為當時港島中區 熱門購物娛樂中心 是一家大小的駕日好去處 而書籍教科書 《不會教的36個香港歷史人物》中也提到 當時百貨公司會在晚上舉辦歌舞集的馬會吸引顧客 而演出活動包括了影畫戲、魔術、女歌手表演 有時會有一些真琴意瘦、空猛的老虎、美洲炮 還有奇怪的雙頭人、巨人、諸如參與演出 令觀眾大開眼界 除了開拓不同的事業 馬應彪和老婆霍慶堂也熱心公益活動 霍慶堂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創會董事之一 這個會在1920年3月成立 在提倡基督教義和為推動女性運動方面功不可沒 而馬應彪在家鄉香山創立了世光女子高等學校 為女性提供職業培訓、致力突破封建思想 同時他又向美國美北長老會所成立的私立領南大學提供資金 令大學能夠興建新的大樓和實驗農場 但想不到一切發展順利之際 一場殘酷的戰爭即將打擊馬應彪一家和他辛苦成立的公司 在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 無塵的戰爭令馬應彪失去了兒子馬少雄 但不幸的事接種而來 在1937年當時CC百貨已經開業37年 不過在同年7月日本向中國發動全面進攻 限制外國貨品輸送 這個是對CC一個沉重的打擊 因為公司一日以來都是由歐美等地進口很多商品 而如今馬應彪被迫在日本進口貨品 在一個月之後CC百貨在上海的店舖被日軍炸彈轟炸 馬應彪低價國仔身負重傷不幸離世 在兩個月之後日軍更加侵佔廣州 佔過了CC百貨的分店 令馬應彪在中國的業務進失 只能夠回到香港 但香港亦在1941年落入了日軍手中 對於一個白手興家傾盡不生精力創業的馬應彪 可以說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當時馬應彪一度逃離香港到重慶避難 然後在三年之後又回香港 但可惜在同年 馬應彪的健康情況突然變差 最後在七月中風身亡 享年84歲 在他過身之後 CC百貨的業務就交到馬永燦的孫馬景華手上 而馬永燦就是當初百貨公司成立的股東之一 馬士家族的後人在戰後仍然將祖傳的業務經營得有聲有息 一個曾經在CC百貨續續36年的會計職員指出 公司每逢聖誕節都會在中環總行的天台花園設置兒童遊樂場 一眾員工在家節期間都很繁忙 就連文職部門的職員都要親自下場打點一切 前CC主席馬景軒在多年後的亞洲電視節目《香港百人》中表示 當時CC兒童遊樂場可以比美啟德和麗園遊樂場令他印象深刻 直至上世紀70至80年代 香港的零售業進入另一個光輝時期 大量有支百貨公司進軍香港 百貨業成為了香港重要經濟的產業之一 但1997年的金融風暴令不少大型百貨公司經營困難 例如零八百半結業 而CC百貨在一年後已陷入困境 由全港十幾間分店縮減到五間分店 到了2003年爆發的SARS疫症 令CC再一次受到嚴重打擊 根據CC百貨的網站 公司現時在香港只剩下三間分店 分別位於中環、旺角和深水埗 相比往日的光輝時期 現時的規模的確縮減了不少 而近年一種賣盤的風波又再次引起大眾關注 在2021年5月 CC宣布以5.2億買盤給中資的韋陸集團 但其後雙方因為董事出任問題 鬧上法庭和董事會 韋陸集團更加要求罷免CC原先的大股東 兼現任主席和行政總裁馬景軒等三個董事 而在一個月後 CC前主席馬景軒要求賣盤後的CC支付824萬的薪酬 否則提出清盤 在123年前 馬應標憑著超著的市場觸覺和不斷突破的經營手法 秉承CC以成的精神 成功令CC百貨逐漸走上業界的巔峰 而他的勾迴推翻滿清政府和復興中國經濟盡力而為 但可惜戰爭的洗禮令馬駕失去了多個重要成員 而幾十年之後 CC也難逃避賣盤的下場 那你又有沒有光顧過CC百貨呢? 而你家百年老店 又有沒有為你留過一些美好的回憶呢?